读字幕 shell.com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兔蓝的频道 我是兔兔 你看我们今天开场的地方蛮特别的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开场 哈哈哈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我觉得这堪称是 人生中的重要行程 你要来跟我们细细讲一下你 大家要对我们的安排吗 就是今天是我约经第三天 为什么要讲我约经第三天 好细细喔 對 因為我們要去取卵 還有就是懷孕前的檢查 今天流程呢就是我們會去 台中冒生醫院 然後我們會去檢查懷孕體質 然後拿藥跟打針 然後回去打針 打完針之後 再回去回診 取卵 我覺得有點緊張喔 就是聽起來很複雜 所以就是等一下到醫院前我要去喝個下午茶 你算是運氣很好欸 就是月經來的第一天我們就會打電話跟醫院 跟醫院約時間 就是他大概要月經來的一到三 是檢查最準確的時候 所以他說 喔好不然你就是第三天的時候下去啊 因為台中比較遠啊 就不用跑一趟 那兔兔什麼時候下個禮拜只差一個禮拜 那好可以一起檢查 所以呢他就是 直接下台中 等一下再跟大家細細聊聊 好不好 走 哈囉 我還沒錄 錄了 我們現在在虎口休息 你只要用我了 找到要多510 你要買什麼 一根熱狗 就好 兩顆蛋 你很低級耶 你為什麼要想歪 你為什麼要想歪 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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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妮怎麼了啦 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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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找我 很裝逼的一盆咖啡 這是吐吐的 它的沒有冰塊 它這是冰底咖啡 它咖啡已經是冰的了 我的是熱咖啡樹 剛剛要了一杯冰塊 喜歡這間餐廳嗎 咖啡廳嗎 會比較放鬆嗎 還是有點緊張等一下檢查 我已經忘記這件事了 突然想到 所以我就提醒妳了 緊張了嗎 傳到橋頭自然之 好 到了欸 唉唷 到了之後就突然間緊張了起來 又緊張了 妳很容易緊張欸 好囉 我們現在已經在醫院裡面 剛寫完病例表 在等待安排叫好 我們來的是 台中的茂盛醫院 就是台中鼎鼎有名的 生殖中心 對生殖中心 怎麼樣 你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有點緊張欸 而且你看到 因為這邊是生殖中心 所以 都是 准爸爸媽媽們 在這邊 幾乎都是 我還是有點緊張妳 我其實緊張的是 我沒有辦法記得 那些這麼細碎的事情 沒關係就是 他叫妳幹嘛 妳就走就對了 你現在往這邊請 我們做什麼檢查 什麼什麼檢查 不重要 重點是妳往這邊請 他後面叫我們做的那些 就是 schedule 我們就好好把它記得就好了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先進行動軟前的評估 包含一些抽血啊 還有我剛剛說的 噪音到超音波的部分 會檢查整個身體的狀況 現在軟質的庫存量啊 還有軟巢的功能 大致上在哪個階段這樣子 也是從這一天開始 我們就準備要開始施打排軟針的部分 那排軟針的話 一天大致上是一針到兩針不等 那取完怎麼取 從陰道進去裡面取 所以我們外表上不會有任何的傷口 你不用擔心會痛 醫護我們會幫你打麻椒 要讓你睡著 就是我們做醫眠那種 舒眠麻椎打點滴的 你看我們一般打的是這麼長的 所以其實不用太害怕 我們不會打到這個 我們是長不長的 好像也沒那麼可怕齁 看了一下 沒有還是很可怕 我的意思是說好像相比之下 比較舒服一點就是 有比較 會覺得他比較還好 短跟細 然後這個是比較一般 那種打疫苗 對對對 感冒打針啊 抽血的針都是這種 怎麼樣我覺得聽完很可怕欸 我還是覺得很害怕欸 我覺得一直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我的身體 一直在自動的去 處理這件事情 我會勇敢起來的 其實應該也還好吧 就打針而已啊 我一定要記錄你第一支針 我覺得你應該要記錄 可是你第一支針應該沒那麼快 依照這個流程 你應該是月經來的 一到三天才開始打針 所以你還有一週可以緩衝 所以又是我先 所以我要先幫你打 我也好緊張喔 謝謝你讓我學會如何搭針 好啦 我們等等要做超音波檢查了 就會再住在這裡 等一下就是你先上場 忘了跟大家說 今天最近爆的部分 非常的挖地 就是 因為他在月經來的期間 去做檢查 所以他等一下就要直接 淡血內疹 我覺得很害 刺激把他 幹嘛 幹嘛那麼近 你知道其實我不敢看 就是針進去 我也不敢看 沒事的啦 沒事的啦 我不敢看啊 我覺得很可怕耶 你知道嗎 老了比較怕痛 痛死了 換你喔 喜歡哪一支 就是血管比較深的那一支 喜歡哪一個 阿不是不怕打針 剛剛不是很放話放很羞 你可以講話啊怎麼了啦 怎麼了怎麼了 比較酸耶 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你老了 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今天是要來動人對不對 嗯 前程來說大概是第一天第二天 大概到第十三第四天左右之前 驅染就完成 所以驅染只需要花多久 兩個禮拜 嗯 好 那我們就去處理了 對處理了 要去可以打針囉 好 學水打針了吧 不然你可以學幫他打 幫你學 你會放心讓我打針嗎 我就玩自己啦 好 你看吧我就說吧 這支是你的筆 好所以它打開裡面就是九百幾量的藥水 到這裡 那這支是我的 我的已經打完了 所以這樣屁筆就很明顯 藥水在這裡 我的沒了 這支筆給你共看看 這邊會的小視窗是0 OK 自己去設定 轉到你要的225 我們每一次都是225這個數字喔 打開 再打開就是針 好 OK 打針的位置的話呢 我這邊有個圖可以讓你稍微看一下 我們要肚臍下的左邊跟右邊那邊 兩側都可以打 待會我們要做測試啊 我們會打第一次 你如果真的很害怕 你就操作一次給他看 我也要自己操作 我覺得太可怕了 因為你知道有人在他打完你很安心 他已經這樣做完 然後明天開始我們就開始不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大家來操作一次看看 一個很堅持要自己操作的人 拿出來用手 就這樣擦就可以了 然後放旁邊 這個打開來 你手在抖耶 對 我很害怕耶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 嗯 叫會不會比較不透 第一次可以叫 這樣可以嗎 還要再聲嗎 沒有 你知道嗎 我現在很尷尬一點就是 我現在快知道你要把它轉正面 就是吵架自己 我要把它轉正面 我要冷靜一下 什麼感覺 心情很差你知道嗎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打的感覺嗎? 我很害怕看不出來嗎? 對打完的感覺了 打完其實沒有感覺 就其實還好 就是你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很害怕 然後下次你知道學乖了你要看那個數字 不要像我在那邊很爽的掐起來就插進去 然後發現欸數字呢? 好我們回家了終於 所以呢再重新看了一次動染流程表 我現在已經是開始施打排卵蒸激進入療程 是不是正式進入療程 一週後回診給醫生評估一下我的狀況 確認我確定居然的時間 我有可能下禮拜去找醫生 最快的話就是隔天 隔天的上午可以打破卵蒸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我每天打針吧 所以你覺得今天就是讓你記憶深刻的事情 或是你特別想highlight的事情是什麼 自己打針 就是你知道我覺得這一整個過程都是在讓你 逼你變勇敢 逼你做一些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 我自己蠻意外的是就是 今天的檢查效結果 就是其實我原本最怕的是會被檢查出來說 你不適合身上你不夠就是 就是很怕被檢查出來 那有什麼不暈啊或什麼的 但是結果檢查出來就是醫生就說 第一就是我們夠年輕 對 因為其實大家可想要是去那邊的人 假如說以一夫一妻來說 通常都是要到某一個年紀才會覺得 才會真的認真覺得說 我是不是自然取不到 自然沒有辦法受孕 才會開始去尋求這個方法 所以基本上到他那邊的時候 都已經滿多35歲以上 所以我們去他就說 我們多量性軟草 所以就是我們的軟會非常多顆 然後提醒各位如果 你也要打第一次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看那個數字 不要像我這樣很傻捏起來 就是把數字對著自己在擦這樣子 對我那時候就有點太緊張 就只捏著好不容易捏到自己的肉 然後什麼確認誰擦進去 以為自己很有勇氣的時候 對 然後就一進去我想到 欸不對那我要怎麼看 然後我又不敢轉正 就不敢動 然後就看那個數字在哪 就是誰說的就這樣 沒錯的 好 以上 就繼續繼續下去吧 好爹 哈囉 這是你第一次在家中自己吃的 我這次要學聰明 好來 25 OK OK 看你是否會熟練 應該有熟練一點 昨天比較害怕 然後我現在很 就是很緊張 這邊擦他肚子啊 可怕 這一次我要很聰明的把這個拿在前面 那要擦囉 擦 恭喜你成功施打碗 自行施打碗 自行在家施打碗第一次 對啊 有可能是九斤啊 每天要吃兩顆的 嗯 藍藍藍藍藍藍藥 現在是兔爺的第一天打排卵蒸 筷子手 就是我已經就位了 我好主張喔 你的劑量跟我一樣對不對 對 我覺得 其實我原本都不是很緊張 好 225 一樣的劑量 掏出你的肚子來 請問你今天想打左邊還是右邊 會變哪 你挑一邊啊 右啊 右邊 好 我要掐很緊嗎還是 對 掐緊一點 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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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感覺那個椎子在那邊拉扯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不熟練啊 我沒有幫別人打針過啦 你看 把自己掐成這樣 這個 這個就是指痕 那指痕是要生的 辛苦囉寶貝 這是我們第一天 請問我 請問她 請問你 關閉 請問我 請問她 請問我 請問她 正在家中動画的方法 最終的1.4.2 最新的一部份 它将会停线 下回站了 一周后来回站 一样就是先看超英国 先看一下 軟炮的狀況 我們真的就去諮詢試看 就是請教一下醫生 嗯 那我們今天看你的報告 兩份報告都有嘛對不對 好我們一起看 今天要回診 然後很順利的今天打完最後一集診 明天就回醫院打破軟針 然後 我打破軟針之後 隔兩 隔三天我就可以取軟了 所以一切都很 沒有浪費任何時間 這是最後一集的 我現在肚子好大喔老婆 so big 對啊因為他肩膀我看到 我的那個軟 綠泡很大 我的蛋很大 禮拜一一早就要取軟 六點早上六點 很燙 嗯 ok 打症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很開心 明天打完破軟針要打兩隻 然後再加破軟針 明天打完這兩隻之後再來就是 麻醉了 然後禮拜一天晚上十點之後 連水都不能喝很可憐 因為準備要手術了 好 破軟酥辣的又過來這邊打破軟針 然後還有一個 大合一混合的藥劑 我真的心情很惡劣欸 因為我問他說打哪裡比較不痛 然後他跟我說 喔打哪裡都很痛啊 隨便去選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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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痠很痠很痠 很痠會很痠喔 真的很痠真的很痠 真的很痠 喔 來囉 好像很焦慮 深呼吸 喔 這個更痛 這個真的更痛 你眼淚不會等一下就要滴出來了吧 不會 對 他真的很焦慮欸 這種東西我完全沒辦法自己打 他會有過來 好久沒有過來欸 這種東西都沒辦法 但我覺得這一針比較沒那麼痛 剛剛那兩針真的是很絕 所以我打完了對不對 打完了 禮拜一一就 一早就來 取暖 打麻醉就可以 我放到完了 我正在等焦號 然後因為我從昨天晚上就進食 那連水都不想喝 然後真的超渴 超不想講話的 然後我還素顏 待不見 等下就進去把你處理一下了 好煩喔 我才月經剛結束 月經又要來 對 他會提早來 好煩喔 好多嗎 所以我們要去幫他 禮藥嗎 來這把飯 你吃 說明一下 好 再一個 很迅速的 通話 會議裡面了解到我們的 軟子報告 簡單來說呢 我成熟軟子總共有12顆 就是取出來18顆裡面能夠 合格動起來的有12顆 兔兔的話是 總共39顆 然後合格存起來的有28顆 不幸的是 醫生說 就是要送出國的運輸費 是滿昂貴的 對 他建議我們 就是可以再多存 一些軟子起來 對 然後一次送出去 對又加上運輸過程 可能 運輸過程應該還好 還是說到 國外還有什麼 韌精子的問題 醫生的建議是 多存一點 但我不想 就不想啊 我就是用這樣 12顆就這樣 說好了 沒有就沒有了 但我覺得不會 不至於啦 醫生不是說 有一次成功的機率嗎 我們就是用Vlog 然後還有那個小總結 跟大家分享我們 就是很即時性的這個 動燃 這個動燃的行程 然後 後面會再出一個 更詳細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動燃的 流程的影片 好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阿吳 阿吳 想要說掰掰 太美了吧 了解 萬非常的 經營